你看到沒有 就有點像劇場的味道了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不用我介紹了 朱德鋼 朱老師 這是我的好朋友好不好 我們以前 曾經在年輕歲月的時候 經過一段轟轟烈烈的 這裡 朱老師好 太好了... 來了喔 歡迎光臨 謝謝 就這麼回事 不行 這我沒辦法接受 這樣不行 你不行 你怎麼可能只有這樣的段子 來 再來一次 要求太高了 來 再一次好了 這個說歡迎 倒歡迎 歡迎四位大明星 這個實力唱將蔡秋風 這個順哥 嚴然 jamais熟 趕快 好快 可以嗎 帥 對 謝謝 這個雞子本來就是外神口味 它並沒有什麼 好好吃喔 然後就是手做的 就全手做的 都是手工做的 好吃喔 老師真的好好吃 有一種甜味 對 因為那個麵粉是好的麵粉 停不下來是正常 其實我們今天不用來稱讚 我們剛哥的這些手藝 因為這個已經無庸置疑了 不用再多想 我是配合他這個人的精神 因為想要 所以他就犧牲了自己的一些 未來可能 未來的前途 對 然後就 自毀前途 對 剛剛也喜歡這個花蓮的空間 因為大嫂是花蓮的 對 我老婆 所以你看 我很老婆 就精神不容易 你做得到嗎 做不到 再有一點時間 我跟祝德剛老師認識的 應該快二十年了吧 那時候我們在屏風劇場的時候 就認識了 那後來才得知 因為這是他太太的故鄉 所以他決定來這邊生根 然後為這邊發揚 這邊的傳統藝術文化 我覺得我很佩服 朱老師 他在為地方耕耘的 這一塊那個心願 我覺得這個精神 值得讓我敬佩 所以就來這邊看看山 看看海 其實現在在這邊過的小日子 真的還不錯 就是真心靈上面來講 是得到了很大的慰藉 尤其一天到晚去吃星星 剛剛整個聊到星星 對… 一天有吃星星 這個… 不然我剛剛輸了一隻龍蝦 真的假的 對 我龍中我們兩個去 滑輸他們兩個 他有時候沒有龍蝦最多 你一通電話到星星去 馬上就有 有… 可以了 我把這隻龍蝦 我把這隻龍蝦 我來這裡 但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